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紫藤花的画法 首先我们调出淡淡的紫色 然后加一点白 让整个笔上占取淡淡的粉紫色 接下来我们再用笔尖的前面三分之一的部分 去占取浓一点的紫色 只要占取笔尖前面三分之一就可以 它会随着水分慢慢的往后面往上面去扩散 会形成颜色渐变的效果 接着我们来画紫藤花 首先我们左边一笔右边一笔 按出它这种开放的花瓣 尽量是有这种颜色的渐变 左边右边 如果笔尖的颜色没有了 没有了深色或者是没有了这种渐变的效果呢 我们可以再去在笔尖占一点 一笔大一点一笔小一点 然后呢来一些这种参色的变化 或者是这种宽窄的变化 疏密的变化等等 越往下画呢 它的角度啊就要稍微的斜一点 刚刚在上面的时候呢 它的角度呢可能是正着开放的 那往下的时候呢 稍微带一点点斜度出来 也来一些不同的这种疏密关系 然后越往下呢 我们的颜色呢就稍微重一点点 颜色稍微深一点点 刚刚的颜色呢都是比较浅的 紫灯花越往下开呢 它是慢慢的形成那种花苞状 所以呢现在我们多沾一点紫色 笔尖的紫色呢也稍微浓一点 再来一些下面一点的 也是通过两笔带出来 同样呢也是要尽量画出颜色渐变的效果 而且呢越到下面啊 它的角度应该是越平的 越往下走它的角度越平 要注意一下它们的疏密关系 有一些地方可以密集一些 那有一些地方呢可以疏朗一些 好越到下面它就形成了这种花苞的形式 它就慢慢的慢慢的变成了这种花苞 画的时候注意可以顿笔往上面翘一下 往里带 然后越到下面颜色越重 越浓 我们呢现在开始慢慢的只沾紫色了 只沾去浓一点的紫色 然后呢同样再越到下面的越小 当然这些小的也是要来一些这种疏密关系 好在画完这些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用稍微淡一点的颜色 来一些这种层次的变化 因为有一些在前面有一些在后面 我们不单单都是画浓的 我们再来一两朵 一点点淡的去跟这个浓的稍微的去呼应一下 让画面的层次感的更加的丰富 好画完了这些之后呢 接着我们还是顺着用这个浓色的紫色 沾去浓一点的紫色 来画在这些开放的花朵下面 也是带两笔 而这样呢就形成了这种破的效果 浓破蛋 有自然的这种散发 也是带两笔 这是这种开放的花朵 下面的花瓣 也是随着它的形的变化呢 会有一些变化 会有一些角度的这种变化 好画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可以调一点白 这个白呢水分可以多一些 多加一点水分 多加一点点水分 调一些白出来 然后用这个白色呢 点在这个深色和浓色之间 让它们有一个这样的自然的过渡 就不会显得刚刚那么突兀 那现在这种深色的花瓣 和这个浅色的花瓣 它融合的会更加的自然 接着呢我们用藤黄加花青 调出淡淡的枝绿色 用一只小号的蓝豪笔来勾它的金 勾金的线条呢一定要顺滑 要油粗变细 上面这一块呢粗一点 上面整个的这个金 线条粗一点 慢慢的往下往下带往下走的时候 慢慢的越来越细 在这个花瓣当中要出现一些遮挡关系 你看有一些穿过来了 从花瓣当中穿过来 这样画完之后呢 再尽量是让每一朵花都跟这个金啊 稍微连上带一个枝出来 这个枝呢也是尽量带出这种有长短的变化 不要都带成一样 在它这个缝隙当中也可以带一下 然后呢来一些这种穿插 画完这些金之后呢 我们用胭脂来点一下它的花垢 花托 然后来跟它和枝上进行一个连接 一般呢只点在这种花包上面 像这种开放的话呢 它开放了之后呢 就有一定的遮挡 有可能就挡住了 那我们可以轻轻的微微的点一点 稍微也是丰富一下画面 主要是点这个花包这 这些花完之后呢 最后我们再用藤黄 用藤黄的时候要把笔洗干净 因为藤黄它的颜色非常的透 如果水和笔有点脏的话 它就会容易颜色就变得脏 花心处点在这个刚刚白色的地方 只不过呢这个面积会更小 刚刚的白色的面积会非常的大 那这个藤黄的面积它就小很多 也可以在下面的这种枝干上稍微点一两笔 同样也是来丰富一下这种画面的层次 也表现它这种茂盛的感觉 花开的非常多 郁郁葱葱 如果有对博画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有时间呢可以跟着一起学一学 一起画一画